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机 我是老汤 乌克兰一辆M113装甲运兵车 被俄军火箭弹连续命中两次 车内的第三突击旅官兵 虽然侥幸逃过一截 但是有两名弟兄负伤 班长立刻下令逃出车外寻找掩蔽 以免被俄军当成活动把打个全军覆没 尽管所有官兵都及时弃车 但是俄军的火力并没有善罢甘休 反而越打越凶 就连另一辆赶来支援的装甲车 也躲不过俄军的攻击 车身左侧同样挨了两发火箭弹 眼看有军援救师弟 班长赶紧指挥没有受伤的班兵 躲在装甲车后方守住阵地 并且要求另一名班兵去问问看 一辆停在战线附近的装甲车 还能不能协助后送伤兵 这是第三突击率近期 在巴赫姆特周边的一场战役实况 尽管这支部队过往是以骁勇善战著称 但是面对重整旗鼓之后的俄军 却也陷入了苦战 不但一口气折损了两辆装甲冤兵车 还有负伤的同袍需要照顾 对部队来说 这次战斗确实打得很艰苦 不仅要想办法安全转移伤员 还得带领所有班兵脱离战场 就在班长观察战场情况后 随即下令聚集在一起的班兵 尽快疏散到不同的弹坑 以交互掩护的方式向后撤退 虽然说战场上的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但是乌克兰军方 为什么会公布战事失利的影片 却在国际间引起不同的议测 一种看法认为 这足以证明真实的俄乌战争 并不像电影情节一样 想获胜就能获胜 而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是另一派的意见 则是从美欧援助的现况分析 因为冻结或减少援助的传闻 不绝于耳 已经让包括泽伦斯基在内的乌克兰上下 都感受到西方阵营的态度 出现微妙的变化 我们现在给我们发生的兵器材质 去乌克兰 这就是非常棒的 但是不从全家庭 我们开始给我们发生 从半个全家庭或低家庭 在欧洲 所以在底部的摄像是现在显示的 这会不会是一场决定的,它是一场是一场的, 当已经不会有任何处置,武器,武器,全是什么, 这需要在沙发里面。 我们可以继续下去,继续下去,但这不是长期的解释。 我们需要到中共留意,让他们留意义, 让他们留意义义,义义义,继续持续支持, 我们在两个区域看到有一个大量的支持 所以当我们谈论长期间 我们想继续看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敌人 这些危险现在在国内 而然后谁知道 今天我们明天 最好是我们今天帮助 不可否认 援助与否的议题经过发酵 也在前线官兵心中 产生了疑问 但更麻烦的是还在后头 美国著名民调机构公布了一项 对普通乌克兰人对国家前途的民调 尽管多数乌克兰人支持 以战斗取得最后胜利 但是比起去年的数据 这次的调查却大幅降低了10个百分点 美国之音更为此专访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谢尔盖拉琴科来解读这项数据 拉琴科教授表示 则代表了乌克兰国内民众 已经出现战争疲劳效应 尤其以东部和南部战区的民调数据最为明显 除了这两个地区是交战热区之外 也是伤亡最为巨大的重灾区 当地有越来越多民众期待 基辅当局能够透过谈判的方式 结束旷日废时的激烈战斗 另外更有高达五成的受访者认为 他们在饮食和居住方面 感到无比沉重的负担 随着战时的拖延 乌克兰民众仅存的一丝希望 也在加速破灭中 对应到普琴下令攻击乌克兰民生基础设施的战略目标 似乎逐渐出现效果 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前院长奈伊也指出 随着冬季降临 严寒和饥饿将会一步步消磨乌克兰民众的信心 甚至改变他们对于获得战争胜利的看法 虽然现在乌克兰人依旧对政府和军方抱有高度期待 但是民调统计出来的数据却值得乌克兰高层严正看待 算照于十分仰赖西方援助的乌克兰 俄罗斯方面似乎显得老神在在 国防部长邵伊古不但前往新训中心视察 还为女性战斗医护员颁发了奖章 借以表彰他们勇于奔赴前线照顾受伤官兵 尽管邵伊古表示 莫斯科战时不会动用刚刚征召入伍的13万名士兵 因为在这座基地受训的新兵已经完成基本教育 经过衔接训练的强化之后 就会派到前线补充各部队所需 成为俄军的新生战力 此外部分亲爱媒体也指出 从美国把扣押自伊朗的上百万发轻型武器弹药 交给乌克兰部队使用来看 可见美军的供应和库存也来到了警戒线 而且伊朗也对美方的强盗行为表示愤怒 同时在所属海域举行无人机海上征搜演习 猎捕到一艘不明国籍的军舰出没在伊朗沿海 西方专家研判 伊朗有可能会将这批无人机交付给俄罗斯 用于乌克兰战场上 不过伊朗则是回批西方 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要无地放逝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